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弃心来的妖物 是啊 如果九丈九神丹的药性那么可怕 咱们的动作就千万不能迟了 好 那咱们这就开始吧 没问题 这就交给我吧 不贵是书生跑真快 幻覺有點可愛 我就是帮你把那箭子的刀爬出来 快住手 那 那我该怎么办才好 这女子虽然受到如此重伤 而昏迷不醒 但气息仍然和缓平稳 犹如沉睡 显然修为十分深厚 燕姑娘 此刻老夫的法力仍有些不足 可否尽你的意用 谨遵小前辈吩咐 你擅长地绝诸法 可以尝试经地传译 将咒力集中在我脚下就好 明白了 且这就试试看 快趁现在把刀拔出来 不可可没有 啊 oak 你不可夠 你要提醒你的 嗯 話說 後面這幾位是誰 是你的朋友嗎 全靠他們化解血障症 我才能把你救回來 完了這邊 這邊的許仙去世是為了救白素貞而死的 然後白素貞為了救火 許仙然後又去求 找仙丹 然後就變發害了 路景看到你平安無事 就算馬上要離開人世 我也不會有遺憾了 懂了 懂了你怎麼了 嗯 不好看來是九丈九神丹的毒性發作了 變了 零蘇姑娘事出謹息 我們得馬上帶董兄回杭州城治療 否則就太遲了 不明白 雁軍妹子 董兄的情況如何 好在她不是中了九丈九神丹的毒 好在她不是中了九丈九神丹的毒 没关系 燕君妹子也已经尽力了 灵苏姑娘 你身上的刀伤不碍事了吗 多亏了淳于先生的护原仙术 我身上的伤已经全好了 灵苏姑娘不许客气 申公子古道热肠 侠心意胆 是足堪信任之人 在下的确听董兄提起过这东西的名字 镇水珠 是乾堂龙王托付给我保管的神物 原来如此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 老夫的确听过 乾堂龙王与东海交往之争 倒不知道 这是源自于奋水珠与镇水珠的斗瓣 由于此事关系重大 龙王大人在离开前一再交代 镇水珠绝不可被夺走 否则整个杭州都会被狂潮淹没 这里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是谁指使寒无杀的 真的想不到 对啊我真的想想真的想不到 然后提 关于指使这件事情啊 难道是那个鬼面吗 就是戴那个面具那一个 还有再来就是 发现不知道会提到那个骑士 就是控制黑龙的那一位 不知道会不会提到 太湖可不是个小地方 既然要到那里找人 没有船只肯定是不行的 嗯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去草索一趟 我会在看明义经里仔细找找看 相信障毒入府 应该还是有解救之法 没想到董狼竟然为我冒生命危险 如果他从此没有醒过来 那就是我害了他 啊这边也是支線齁 啊是副指挥使与申少侠 好久不见了 对方似乎躲在太湖之中的某处 陆军我要麻烦你帮我调用一艘官船 以及所需的人手 副指挥使你打算直接到太湖中间去找吗 正是而且船必须从这里的运河上诉 都途中不能上路 这事听起来有些麻烦 无需顾忌 你直说无妨 既然要动用官船与人手 下官必须负起全部责任 请副指挥使允许下官与你们同行 这自然没问题 不过不论我们做了些什么 你和你的属下都不得过问 这样行吗 当然当然 这个属下自然明白 真是难以相信 在这湖中央居然有这样的湛桥 莫非这就是通往那些 湖道巢穴的路 陆大人 这个我们会去查个究竟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沈少侠 下官不能只让你们去冒险 物中充满妖气 不晓得前面还藏着什么敌人 你们这些凡兵俗将 多半是对付不了的 还是不要逞强了 陆军 虽然我已经不是你的上官了 但这回你得听我号令 留在这里等我们回来 在这之前绝对不可轻举妄动 明白了吗 是 属 属下明白 请陆大人放心 我们自有分寸 副指挥师 升少侠 你们可得务必小心 啊什么话都没讲 这个好像是知性的小boss 啊什么话都没讲的话那就 都没说了 就算了 寒無殺 總算找到你了 不過配音是配寒無殺 沒想到你們還真能找到這裡 給我殺啊 這是拿悶者的嗆吧 應該很簡單吧 哇 輕鬆啦 要被我冰凍了 1,000 3407 0,0100 ull打 哦這個單體技能還不錯哦 傷害蠻多的 起火神絕 哈哈哈哈哈哈笑屁 換個零字陣法 這是加強法術傷害的 哦哦你看加油之後傷害不高啊 五百七 提高兩百滴的傷害 贏了 夠了到此為止 韓武撒現在願意偷出一切的嗎 深子俊 就算我有求與你吧 咱們來談一個交易 只要你答應我 答應與我合作 不但可以保住後面那老頭的性命 你們想知道的一切 我也都會如實奉告 我的老娘使出權力一籌了之 你們未必能留得住 你們得不回正水珠 那所有行中毀於一旦 你們就會後悔末期 這蛇經狡詐多端 所言不可輕易相信 老夫以為 還是先將他 小前輩 在下覺得 韓尼莎此求 並非虛於 韓尼莎此求 並非虛於 虛於虛疑 在下覺得 韓尼莎此求 並非虛於虛疑 為了救出他背後的支持者 就讓 讓杭州城 免於大難 咱們就相信他這一次如何 你這麼說也無理 就聽你的吧 好 那咱們就這樣說定了 這老頭 就由我負責送回去 你們回頭在光草樓碰面 我會親自交還正水珠 然後 告訴你們一切真相 順道一提 我離開時會解除這裡的迷霧亂界 反正這水戰也沒什麼用 就讓你們通報官府好領賞 怎樣 韓尼莎夠意思吧 這一路真是辛苦你了 副指揮室 陸駿過去就一直受你的照顧 陸駿過去就一直受你的照顧 陸大人客氣了 我們很榮幸能幫上忙 陸大人 您可回來了 之前有百姓來報 東海外面出現驚人意象 說不定會有大潮 知府大人正召集中官 商議對應之策 請您趕快去一趟 看來下官得先失陪了 陸駿駛 請您趕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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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大哥 剛剛那士兵說 東海之外出現異象 的確在咱們 從太湖回來的路上 天上就開始黑雲密布 韓巫沙說過 回頭與我們在觀巢樓碰面 從那裡可以遠眺東海 咱們不妨先去那裡瞧瞧 嗯 哦1萬塊 十顆冰斧飾品 發露血聲 重點是發露血聲 且先血量 一萬二 一萬二 橫豐陣型書 一堆陣型書 這是要解任務的哦 增加物理攻擊用的 對話兩次以上 好 好這兩個人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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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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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